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直播间 我是今天的主角老师北墨 好那咱们还是先检测一下设备哈 声音和画面没有问题 小伙伴给老师课本一 哦来得刚刚好 没问题吧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更正式课了 然后咱们接下来的课程 就要从整个的素描过渡到 呃人体阶段了 当然不算真正人体啊 只是一个面部的呃 技术结构 所以咱们在呃 练习素描的时候 在前期的那些练习 还是要多做一些哈 啊在后边画一些角色 头像的时候 包括一些人体的时候 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点 所以咱们在呃 尤其是在控制调子的时候 然后也是要多去分析一下 他本身的一个光影和结构嘛 所以咱们呃 正常来说的话 人的脸的结构是最复杂的 所以嗯 咱们素描呢 也是稍微进阶了一点 把呃 五官和头部的一些呃 那个那个肌肉结构 然后给稍微加进来一下啊 当然这节课呢 呃 最重要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理解啊 理解像理解像的一个东西啊 呃 像后边有很多课程 都是能把这个头像再深入去学习嘛 所以这节课也就相对来说轻松一点 好吧 嗯 然后呢 咱们这节课的主要就是要从这个五官和比例开始了 首先就是呃 五官的这个比例啊 对于人脸来说的话 他其实有一定的规律 上节课的都没画完 呃 这节课其实没什么特别多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啊 你们只要把 就这个一个切面啊 把一个切面的这个分型就画线稿 你能把它切出来就行 就这种线稿 你能把它切出来就行 呃 没有素描作意啊 因为一节课画个画一个这种图像肯定不太现实嘛 然后呢 咱们这节课其实也就做一个了解 对人脸做一个了解 为咱们之后画脸打一个基础 好吧 然后呢 呃 咱们就从这个五官比例开始了啊 首先 呃 假如学过素描或者说进过科班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个三听五眼 对吧 还就这个三听五眼 然后这个三听五眼其实非常重要啊 呃 到目前为止 尤其是我不是教的原话吗 然后原话其实不是最后的一个课程了吗 但是三听五眼 这个基本的一个呃 那个那个问题啊 还是有人在犯 所以咱们呃 最好就是从板会就这一块非常非常基础的前期的模块 就把这个三听五眼给掌握好啊 哪怕你在画的时候可能画歪或者可能画的不是特别流畅 但是呢 后边在修的时候或者后边在调整的时候也要把他这个三听五眼给他掌握好了 这个三听五眼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啊三听其实呃就是指咱们的上听上听就是脑脑门的这个地方 然后中听呢就是从眉心到鼻子的这个地方 当然他是从眉心到鼻底哈 从眉心到鼻底也就是咱们呃连接到皮肤的那个鼻底的地方 这儿哈 这儿不是指鼻头啊 因为有的腐蚀或者仰视 他可能鼻头的位置会稍微变一下 然后因为他那个比较鼓嘛对吧 然后呢啊但是这个鼻底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然后咱们在找这个中听的位置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鼻底为基准 然后眉心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眉毛的中心啊 眉头两个眉头的中心啊 但是这个位置其实大致就可以啊 不用特别的标准啊 因为嗯不是所有人他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的 虽然说这种这种三庭屋眼他叫是黄金比例脸 也就是标准脸 但是呢这种标准脸他不一定是帅的 也不一定是好看的 然后呢不是这种标准的脸 他也不一定是丑的啊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然后呢从下庭呢就是啊 那一直到下巴了啊 也就是从脑门的这个发际线 然后呢到眉心再到鼻底再到下巴 这四个点把整个的人脸从上下分成了三庭 也就是上庭和中庭 这个叫上庭对吧 然后这个叫中庭这个叫下庭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啊 这三庭的这个长度基本上是等长的啊 啊从呃这个上庭开始这一块 然后到中庭这一块 然后再到下庭这一块 基本上等长的 然后上庭其实就是一个脑门啊 中庭其实包括了眼眶在内的眼睛和鼻子 然后下庭其实就一个嘴巴好吧 啊这个就是三庭 然后五眼其实也是一个等长 等距的一个啊 平分线啊 咱们把这个五眼其实啊 也是啊 就是眼睛他整体来说啊 会有一个长度 那么其实整个人的一个脸的宽度呢 就大概等于五个眼睛的长度 所以他被称为是五眼 然后眼睛本身 他就自带了两个眼睛的长度 所以咱们这个眼睛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把它刨出去 然后其他的地方呢 也就是眼尖的这个眼尖距 他要占一个眼睛的一个距离 也就这样啊 要占一个眼睛的一个距离 然后两边呢 啊就是从这个眼角再到耳朵的一个边缘线 也就是咱们整个头颅的一个外边缘 它是一个眼睛的距离 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一般来说耳朵会稍微宽一点 但是宽一点点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咱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标准的一个比例去画 然后至于你 你想自己做一些小的变动是可以的 然后呢 咱们 有一些风格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就比如说你后边会接触到一些 那种社圈风啊 网红风啊 然后还有一些二次元啊 他其实眼睛都特别大是吧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 像两边呢 有可能就不需要那么那么规矫 就是那么标准啊 给他控除一个眼睛的距离 就比如说二次元 他的眼睛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二次元的眼睛很大很大 然后呢 他这个眼间距其实 就是眼间距其实也是要控除一个眼睛的一个距离啊 左右的眼睛其实也要控除相对应的一个距离 然后呢 但是边缘就没有那么限定了啊 所以无论是哪一种风格 咱们在画无论哪种风格的时候 都要先把他的这个眼间距给调出来 眼间距太宽或者太窄都不是特别好看啊 就是太宽就可以显得有点呆对吧 比如说我要把他这个眼间距调宽的话 就是左右往左右去调一调 调一调啊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调出来 因为上面有线 这块 PS里有一个人脸的自动识别液化啊 咱们可以把眼睛的距离稍微往两边去打开一点 他其实有一点点像是 呃 就是怪人啊 妖怪啊 那种感觉的眼间距会尽量打宽一点啊 就比如说他这个只是微调嘛 所以可以再宽一点 他其实有一点怪啊 有点怪异 然后呢 像眼间距过窄呢 他会显得有一些呆滞啊 就感觉有一点傻的那种感觉 所以都不是特别好 啊 特别傻 特别呆的那种感觉啊 有点贼眉鼠眼的 所以这两个咱们都是尽量的规避掉啊 呃 当然有一种特定的风格 就比如说你特别想画一个怪物 然后你可以稍微的把他眼间距往往内去调调 或者往外去调调 是可以的啊 但是你想画一个正常人的话 这个眼间距基本上不要动啊 剩下其他的你可以微调一下啊 剩下剩下的就除了这个眼间距 剩下其他都可以微调一下 好吧 然后呢这个呃 无眼也是啊 就是整体来说分为五个眼睛嘛 然后内眼角和外眼角 其实是咱们难找了一个点 因为你不知道是找这个点 还是找这个点 就是他这个外眼角分这块的地方和这块的地方 然后呢 啊 这边也是啊 就是他会有几个呃 不一样的点嘛 所以咱们的找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大概就行 就是放小图之后 你能找到大概的这个眼睛的一个宽度就可以啊 啊 不用非得啊 特别特别归接云 到底是哪个点啊 啊 但是呃 这个放小图来看 其实是最直接的啊 咱们就直接把小图往上一放 然后呢中间再量一个这个眼睛的距离就可以 好吧 然后咱们在画的时候 其实就没必要真的去这样这样去画了 就是把三亭先标出来 然后上边画一个额头 然后下边再画眼睛 然后呢 眼睛再量一个再量一个长度 然后把鼻子画出来 然后再画再画下巴 其实画的时候不是这么画啊 画的时候其实有更简便的方式 就是咱们先把整个脑袋给画出来 其实整个脑袋它是有一个大体的一个形状 就是呃一般来说的话脑袋都是脑壳比较大 就是上边那个头颅啊 颅腔对吧 颅腔比较大一点 所以上边咱们就画的稍微宽一点 然后呢下边就画的稍微窄一点 然后呢 这个脸又比较偏长 你又不能画成一个圆滚滚的那种脑袋 对吧 然后呢 那就把它的这个呃 整个脑型的都稍微偏长一点 然后咱们把下巴给补出来就可以了 啊 下颌骨 至于这个下颌骨呃 是什么样子的 一会儿下边还会有骨骼一会儿再讲啊 然后呢 咱们这个呃 中间就是眼睛啊 中间就是眼睛啊 就是不用真的去找这个眉心 然后找这个鼻底 找下巴 找先找这个眼睛也是同样的一个方式啊 啊 眼睛就是在整个头部的二分之一啊 无论是哪一个图 比如说像这个 它其实也是整个头部的一个二分之一左右 对吧 啊 包括这个其实也是整个头部的一个啊 二分之一左右 所以咱们在画这个眼睛的时候 就把它画到中间啊 就把它画到整个线 整整个脑袋的一个平分线的中间就可以 然后呢 呃 这个 再把这个十字线给画一下啊 十字线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画啊 那个其他的那个五官了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用到一些三听五眼的一些知识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个眼睛是在这儿 对吧 眼睛啊 大概的位置是在这儿 啊 呃 整个头部的中间是眼睛 对吧 那么这个眼睛上面肯定就是眉毛 咱们这个眉毛其实没必要去特别纠结他 呃 离眼睛到底近一点还是远一点啊 就比如说像这个 它其实是相对来说远一点 对吧 像这个 它相对来说近一点啊 这个其实因人而异啊 就是你眼眶越深的情况下 它其实眉眼间距也会越短 像亚洲呢眼眶基本上就没有那种深度嘛 所以啊 亚洲人的眉眼间距是非常非常开的 所以你只要记住这个眼睛在中间 然后你把这个眉头稍微往上去提一提 然后它就是亚洲的那种感觉 你把这个眉头稍微往下去降一降 就是欧洲的那种感觉 所以呃 也是啊 就是根据自己画的那个角色来啊 根据自己画的角色来 这个没有框定特别死 然后呢 啊 定完这个眉毛其实剩下的都定了哈 啊比如说咱们从眉心到鼻底再到下巴 是不是这两段是相同的 对吧 所以咱们从眉心到下巴连一条线 然后呢 在中间找一个二分线 这个二分线其实就是它鼻子的一个位置 啊 就这样啊 就是它鼻子一个位置 然后呢 从这个鼻子到 啊 下巴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三亭的一个分界了嘛 然后上边呢 咱们可以把那个 呃 发际线再补一下啊 就自己再量一下这个长度 然后呢 上面把发际线再稍微补一下就可以 好吧 啊 大概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丈量的方法 然后呢 咱们啊 这个嘴巴是从鼻底到下巴的一个三分之一线 啊 这块是他的嘴巴 啊 其实整个一个人就能画出来哈 然后呢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耳朵嘛 咱们在找耳朵的时候啊 在画这个耳朵之前 首先还是要先把他的这个眉眼间距给调好了 也就是他这个眼睛到底有多宽 对吧 眼睛到底有多宽 然后没眼没眼啊 不是不是 眼睛两个眼睛之间的间距 是不是一个眼睛的一个距离 这个要掌握好哈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把他的这个耳朵给补出来 这个耳朵呢 其实就是呃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然后长度也都不一样嘛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把他的这个耳朵的边缘 然后大概掌握一个这个宽度就可以 好吧 啊 这边也是啊 这边也是啊 这边呢 大概空半个眼睛 然后呢 耳朵大概是半个眼睛的一个空 一个长度啊 啊 这个耳朵其实并不是一个全全貌啊 就是咱们假如说啊 在正面看的话 这个耳朵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咱们啊在侧边看的时候 普遍耳朵会看的很多 但是在正面看的时候只能看他一个啊 侧面斜侧面左右啊 所以他并不是特别宽 在正面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稍微把它画窄了一点就可以啊 咱们一个头部的一个起形啊 也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假如说你画长了之后呢 那其实就很简单了 比如说啊 从上边到下边打一个这样啊 类似于鸭蛋的这种啊 脑袋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 你脸长一点 就稍微的可以把它这个就是你自己画的那个角色的脸稍微拉长一点 假如说你自己想画的那个脸是比较扁一点的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脸稍微画的扁一点 当然你不能真的是一个这种这种啊 这种横着的长方形 肯定它是要一个数的长方形 只不过稍微扁一点就可以的啊 稍微扁一点就有点像方脸的那种感觉 对吧 然后呢 啊 根据这个你可以定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这个五官的一个位置 先把眼睛给定出来 然后呢 根据这个中分线 然后呢 去画你的五官 对吧 去画你的五官 这个眼睛啊 眼睛大概在这 然后呢 眼睛上面是眉毛 咱们先画眼睛 然后眼睛上面是眉毛 然后眉毛和整个下巴的中间是鼻子 对吧 鼻子 然后鼻子和下巴的三分之一线是嘴巴 然后一个脸就能画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把耳朵稍微补一下就可以 耳朵有些人呃 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向后长的嘛 就是有些人在那个呃 小的时候有那种往前去支耳朵的那种那种习俗嘛 所以有些那个耳朵 他也是冲前去长的啊 有点像招风耳的那种感觉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呃 可以忽略他的这个宽窄 就是意思意思就可以啊 不用真的去呃 纠结于他这个耳朵到底画多大 到底是画这么大 还是画这么大啊 还是画这么窄啊 其实都无所谓啊 都无所谓 然后像这个其实也是同样的啊 就是有点像胖子的那种感觉 脸稍微宽宽的那种感觉 也是啊 就是先定一下他整个呃 眼睛的一个位置 啊 把他的这个眼睛一个位置给定出来 当然胖子这个脸会稍微宽一点 对吧 然后呢 啊 旁边呃 留的这个位置可能就稍微多一点 啊 上面是眉毛这个眉毛可以拉宽一点 对吧 可以拉宽一点 然后从眉毛到整个呃 下巴的二分之一处是鼻子 然后这会可以画一下鼻子 然后下巴 呃 这个这个到 呃 鼻底的二分三分之一处是他的嘴巴 然后可以在这个位置稍微画一下他的嘴巴 然后两边呢 啊 就画一下他的耳朵就可以 啊 脸型可以自己定啊 但是三天五眼一定要按照标准来 呃 你可以稍微的把它做一些变动 就比如说你画完了之后 你可以把它去向上去调一调 或者向下去调一调 就可以的 就是他这个鼻子稍微长一点 就会显得有一些那个成熟对吧 鼻子稍微长一点 会显得成熟 然后呢 鼻子稍微短一点 就比如说女生的这个鼻子一基本上都是比较短的啊 比较呃 呃 那个那个 呃 中庭就是比较短的 所以他会显得可爱一点 但是男生的这个鼻子都是显得有一些长的啊 那个而且也会有一些硬朗的 所以他就会显得成熟一点 显得那个硬朗一点啊 所以啊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 然后稍微做一些变动啊 但是其他的尽量就不要变了啊 尤其这个眼间距啊 再强调一次啊 这个三天五眼什么的都可以进行一定的微调啊 记住是微调啊 啊 但是呢 啊 这个眼间距不要动啊 眼间距不要动 好吧 呃 那咱们这块就先过了哈 呃 接下来就是 呃 这块听懂了吗 啊 这个 绘制脸部的一个方式 听懂了吗 听懂可以课本一哈 ok ok 啊 那咱们接下来就是 讲这个头部的一个解析了哈 啊 首先呢 咱们啊 在画这个头部的时候 要先了解一下他的骨骼 就是你在啊 画这个头的时候 就是有 有一句话叫什么 画猫画虎男画骨 对吧 然后呢 其实这个骨头就是咱们 长整个五官的一个 呃 位置的一个东西嘛 啊 就比如说像眼眶里 对吧 眼眶里呢 这块就是C眼球的 对吧 然后呢 你你这个鼻子的这个 梨窝哈 这个叫梨窝 然后这个梨窝呢 其实就是他的 呃 那个鼻孔的一个位置啊 咱们在画的时候 这块就是他一个鼻子的位置 然后呢 向下巴这个嘴缝呢 肯定就不用说了啊 嘴缝就是嘴巴的位置 然后呢 啊 做一个这种啊 一个比例的一个分析嘛 然后咱们在画的时候 其实大致的这个啊 画法是跟着这个骨骼走的啊 就比如说啊 尤其是在像像下边讲 那个分块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根据他的一个骨骼走的啊 然后咱们在最开始要讲的 其实是就比如一个细节的一个分割啊 就比如说他的眼眶其实是在这的 对吧 啊 就就是拿到他这个整个的一个啊 面部分析的话 他的眼眶应该是在这的 正常的眼眶应该是这种形状啊 就是看一些骷髅的那个造型都是有点向下窝的啊 但是咱们就稍微打一下这个啊 打一下那个草稿 然后大概看一下就可以 有点向下窝的这种感觉啊 才是一个骷髅的眼睛啊 他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准啊 他这个啊 这个是他的边缘线啊 然后像这个阴影有点破坏的他的一个形状了 有点像这种感觉呢 他是对的啊 然后呢 啊 这个眼眶他其实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就是眼眶到啊 上边的这个眉心的一个位置啊 是他眼睛的一个中线 然后呢 也是啊 就是眼睛的中线 基本上也是啊 鼻子下转的一个点 就是鼻子他分三段啊 就是鼻子他是分三段的 咱们先往下去走一段 然后再提起来嘛 所以啊 这个眼眶基本上是在这儿 然后眼眶到眉心的一个中间 就是他眼睛的一个中纷线 然后呢 也是他鼻子向下转的第一个啊 这个转角啊 这个可以稍微记一下啊 当然你一般情况下是不画眼眶的嘛 所以呃 这个不用去不用去特别的硬记啊 但是呃 这个眼眶其实下边是连着颧骨的 就是你一般的时候 你在画颧骨的时候 其实颧骨的位置 就是在眼眶的一个下边缘 对吧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 其实有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骨骼 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眼眶啊 也就是眉弓啊 和整个整个这个眼眶 一个就是颧骨 然后再加上啊 刚才我讲的那个鼻梁 对吧 那再加上我讲的那个鼻梁 然后这个鼻梁 其实呃 刚才我说的那个下窝的点 其实是这一块啊 其实这一块 所以呃 还有一个啊 鼻梁的一个硬骨是这一块 就是整个鼻子呢 是从这一块做一个二分线的 啊 上边是他的鼻梁的一个转点 往下去转的一个点 然后下边是他的啊 往上去转的一个点 对吧 然后呢 在这块做一个二分 就是整个鼻子一个二分处 就是他鼻梁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要记这个啊 鼻梁骨的一个位置啊 这块硬骨的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啊 比如说你在画一些女生 或者画一些男生的情 你会很明显发现到他们的鼻梁哦 突然会凸起一块 那这个凸起的位置 有时候你找不准怎么办 那你就从眉心 然后到鼻底 然后连一个二分之一线啊 连一个二分之一线 大概找一下他鼻鼻鼓的这块位置就可以啊 所以呃 这块也没有特别难 然后像女生的话 那他就是鼻鼓这一块的最窝的啊 最往里窝的 咱们按照这个鼻梁的一个鼻鼓的一个位置 然后往里去窝就可以啊 像那个硬朗一点啊 当然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呃 规矩就是男生一定这样 女生一定那样也不是啊 就是咱们啊 就是做一个分析 就是你想把这个鼻子画的圆一点 翘一点的话 你可以这么去画 比如说在侧面的时候 你可以翘一点对吧 然后呢 像这一块最窝的一个点 基本上就是他的鼻梁一个位置 然后像男性的 男性的时候呢 就是他这个样子的啊 最古的一个点啊 最古的一个点 就是他鼻鼻子的一个位置 啊 就像这个样子啊 然后这块就是整个鼻子里一个二分之一处啊 就这么去记啊 啊 那么啊 现在又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剩其他的都不用去记啊 就是记住 我跟你们说的这几个就可以 一个就是啊 眉公 然后一个就是 呃 他的鼻鼓 然后还有就是他一个全鼓 这个全鼓就在眼眶的下边啊 就在眼眶的下边啊 就这一块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最开始讲的那一个下颌鼓了啊 也就是这个下颌鼓 谁在正面看的时候 为什么这块会有个转角啊 这个转角其实就下颌鼓啊 然后你这个下颌鼓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假如把这个下颌鼓画成这个样子了 那他就显得非常果子 非常非常标准的那种感觉 对吧 啊 就非常标准的那种 然后也没有特别美化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假如稍微往里去收一收的话 你就会感觉这个人的气质 稍微的变得有有那么一点美形了 当然这个没有美美丑之分啊 只不过咱们这个美形一个状态 就是当下流行的这么一种状态的话 这种脸型会更加好看一点 而像直接竖指着下来的 他就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下颌鼓的这个点 就是这个位置很很讲究的 就是你假如能把这个下颌鼓 也就是最最外边看的这个脸型 给画好看了的话 那这个脸基本上就没跑了 你假如说这个下颌鼓 就是从这个外轮廓来看 这个脸型基本上就不过关的话 那其实啊 他一个影响度还是蛮多的哈 在之前我画素描的时候 也是跟你们说过 这个打形有多重要 对吧 也是一遍一遍教给你们 这个打形该怎么打 如何去找他的一个邪度 对吧 这个邪度差一点点 对于脸来说都很致命啊 都很致命 所以呃 也是要着重去记的啊 就是这个下颌鼓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咱们要讲的一个额头了 因为整个下边的五官 都大概讲了差不多了嘛 骨头 然后上面其实有一个额丘的 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有一些画怪物的时候 都会在这块画两个脚 对吧 啊 比如说啊 像这样的两个脚 啊 这样这样的两个脚 然后这边也是哈 然后呢 这个脚其实就从这个额丘长的 因为像正常人来说的话 他这个呃 他这个脚的话 他就是有一点点啊 不是他这个脚 他这个额头就是有一点点往外凸的哈 所以咱们啊 一般来说画怪物也都是根据人的一些特性 做一个比较夸张的那种造型 也就这两个哈 这两个比较凸的一个点叫额丘 然后也叫啊 这个额结结 额结结哈 啊 当然这个额结结是比较学术的一个称呼了 然后呢 这个额丘其实就是额头上长一个山丘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这么去记啊 那么咱们在画的时候 尤其是在画一些切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两块是比较古的啊 下边在讲切面的时候 也会发现啊 这两块是比较古的 然后他会把整个额头给鼓起来 而不是一个平面了啊 假如说他只是一个骨骼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平 但是他假如是一个这个有有骨骼结构的 有骨骼啊 细节作为支撑的 那他可能会凸起来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啊 这个在侧面看啊 在侧面看有个比较重要的线 这也就叫镍线啊 这个镍线其实就是咱们太阳穴 你们可以自己摸一下 就是呃 在那个眼眶 在眼眶的旁边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线 跟脑门做一个衔接 然后把咱们整个的脑门上 脑门其实就比较朝上的那个面嘛 然后直接从这个镍线做一个分割 这块就咱们太阳穴 直接从一个上面变成了一个侧面 所以说他基本上很平的 为什么我在启行的时候 两边又用一个平线去画 就是因为啊 从这个镍线开始啊 从这个镍线开始 他就把整个脸 从这个镍线开始 他就把整个脸啊 也就是太阳穴开始 把整个脸分成了一个上面 一个侧面啊 很直观的 然后很突然的一个转折 咱们在画的时候啊 在侧脸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画成一条直线 然后呢 上边盖一个头盖骨 下边连一个下颌骨 就完事了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骨骼 这个骨骼其实还有一个小点啊 这个小点不是特别重要啊 就是额丘 啊 这为什么也单独拿出来 为什么旁边有这么多骨子 单独拿出来呢 就是因为虽然说它不重要 但是还蛮重要的啊 也就是你在看侧面的时候 这个叫拳啊 这个啊 不是刚才那个叫拳弓啊 不是额丘啊 这个叫拳弓 然后呢 这个拳弓 其实顾名思义 它跟拳骨是相连的啊 这块就是咱们的拳骨 对吧 这块是咱们的拳骨 然后呢 从拳骨往耳朵去连有一个啊 还有一根骨头啊 就跟一个棒锤似的 然后跟一个这个拳骨连起来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你会发现啊 啊 一般来说的话 这块突然它会有一个小的一个转折 本来它是一个块面的 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小的转折 它别它从一个这样的一个线 变成了这样这样的一个线 对吧 从一个这样的线 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线 突然凸起了一块啊 你会发现啊 这一块也是啊 突然凸起了一块 本来应该很很协调的一条线 然后突然到这儿啊 鼓起来一块 然后突然降下去了 然后包括这个女生也是啊 你会发现这块突然亮了一块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拳弓 它是凸起来的啊 在画这个调子的时候 在画这个人体切块的时候 这一块 它其实也是凸出来的一个结构 从这个镊骨往下走 突然凸起来一块 然后再窝下去啊 就这种感觉啊 这个画细节会用到 但是画脸型是用不到的 所以它既重要 又没那么特别重要 也是单独给你们拿出来了 然后咱们在画的时候 就记住这几个点啊 再稍微复习一下 一个就是眼眶 一个就是眼眶 然后眼眶呢 其实最重要记得就是 眼眶的一个比例 咱们在画的时候 可以根据这个眼眶的一个中间 定出它鼻子 第一段可以转折的一个点 对吧 第一段转折一个点 有很多人都不画这个啊 然后咱们在前期的时候 尽量都多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眼眶下边是连着这个全股的 然后全股连一个全股 这里我就稍微戴上 后边就不再说了 然后呢 后边连一个全股 稍微稍微突出来一块 有点这种感觉啊 有些这个全股特别明显的 它可能就这种感觉的啊 就这种感觉的啊 感觉有一点特别凶狠 特别凶神恶煞那种感觉就这就可以这么画就可以这么画他的脸脸的外轮廓啊 然后呢啊 接下来就是呃 鼻鼓啊 鼻鼓其实就是整个鼻子从这个眉心到这个鼻底其实都叫他的鼻子啊 然后呢 鼻子的二分之一处就是他鼻梁最突的一个点 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这个鼻梁最突的一个点去定他是最宽的一个地方就这个这个东西 哎 那个跑哪去了啊 是定他最宽的一个还是最窄的一个地方啊 是这种的 还是这种的 还是这种的 还是这种的对吧 还是这种的鼻子可以根据这种方式去定他可以根据这种方式去定他啊 啊那这个就是啊正面的 然后侧面的还有一个啊 啊涅线涅线十分重要的就是他他直接从一个啊正上面过过渡成一个侧面嘛 所以这个这个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啊还有就是额结结就是额秋啊 额秋会比较古啊 剩下其他就没了哈 像其他的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下了解吧 因为像其他的像这种东西我我都没见过啊 啊像这个这个东西其实在外边时候都看不到啊 就算看到了也不是特别重要 也没人去啊 画照片的时候或者说照照片的时候就照这块 画图的时候就就画这块啊 没没有啊啊 最重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们列出来了啊 然后在侧面看的时候鼻鼓就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比如说男性这个一看就男性头鼓 然后呢女性的头女性的这个鼻鼓可能会会会是这个样子的 也会稍微往下去一点啊 然后男性会这个样子 然后呢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 然后比如说一个鼻头 啊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他会显得鼓一点更挺一点啊 okok啊 啊这个就是整个骨骼了哈 整个骨骼了 然后咱们在画的时候 他不是外边会包一层吗 然后呢 这个骨骼也就是给大家做一个了解 然后呢 像啊 下边他就有一层皮的 所以啊 这个涅线 这还能看出来啊 就是咱们太阳穴这个线直接从一个亮面变成了一个暗面对吧 这个还是能看出来的 然后颧骨这块也是啊 直接从一个亮面呃可以可以看出能画出一个呃这个亮暗的一个区分对吧啊 那个分化出一个亮暗的区分 然后呢 但是这个他这个皮哈 其实下面还包着一层肌肉 并不止是骨骼哈 所以咱们还是要做一个肌肉的一个了解 那首先呢 就是要说两个肌肉啊 一个是口伦杂基 一个是眼伦杂基啊 这两个肌肉其实都是有一点像一圈的感觉啊 就是咱们呃耳耳朵中间 啊 不是耳耳朵中间 就是眼睛啊 眼睛是在这个眼伦杂基中间啊 就是两圈两个圈啊 然后下边呢 会有一个口伦杂基一个圈啊 但是这个圈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圆的圈啊 这个上边的这个眼伦杂基的圈 有点像是刚才画的那个眼眶的一个圈 就这种这种 你就画骨骼的时候 在画这个眼眶的时候 对吧 然后呢 画那个呃 骷髅的时候 你可能这么画嘛 然后呢 像这个眼伦杂基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他是稍微有点像下的 像下搭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其实是搭到这个颧骨上啊 搭到颧骨上一点点 就那种感觉啊 然后呢 呃 但是这个眼部的这个眼伦杂基肌肉 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 咱们就稍微记下就行啊 有可能后边会用到 就是因为这个眼伦杂基上有眼皮的一个肌肉嘛 所以你眼皮炸动的时候 也是要靠眼伦杂基 这个肌肉来带动的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降煤肌之类的啊 会会通过这些肌肉来带动啊 所以也稍微做一下了解 然后呢 像这个口伦杂基就不一样了啊 口伦杂基 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结构在的 就是你在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 这一块 它是很明显有个有个向里窝的一个窝点 然后呢 从上边鼻子这一块 然后呢 连连接出一个这种 有点像刚才画鼻子 那个梨梨状窝 梨状孔 哎 那个梨状孔呢 对吧 有点像梨状孔的这种感觉的一个 啊 这种感觉的一个 啊 那个那个肌肉啊 啊 所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 这个口伦杂基就要稍稍微重视一下了 这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肌肉 它会稍微鼓起来 然后一直连到一直连到上面的这一块 然后这边也是哈 啊 这边也是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的 啊 一般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 就是把这一块要稍微刻画的清楚一点 然后把把这一块 然后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暗面的一个过渡 因为嘴唇它是凸起的吗 对吧 嘴唇凸起的 然后呢 脸又是 呃正面的一个结构 就比如说脸 它是一个完全朝正的话 那这个嘴唇会稍微凸起一点点 所以它也会有个调子变化啊 可能不用画这个法令纹 对吧 因为法令纹会显老 但是这个调子变化是要有的 对吧 像这个 它明显很明显 就是有一种这块是有点亮的 然后到嘴唇有点暗了 这个其实打光不同 就是你假如打光光是朝正面的 那它其他的地方会稍微暗一点啊 因为你假如同一个调子 它就平了 对吧 这个也是之前讲素描就讲过很多次的 好吧 然后呢 除了这个口轮杂鸡和眼轮杂鸡以外呢 那就是还有两个肌肉啊 一个就是 呃 拳肌 这个拳肌其实也 就是咱们只要记住这个拳骨的一个肌肉啊 拳拳骨啊 其实拳骨的一个位置 这个拳肌也大概能记住了 然后呢 这个拳肌其实我要讲的什么呢 其实啊 大多数的时候不是特别显眼啊 但是你假如说笑起来的时候 这个拳肌会稍微鼓一点 啊 大家都知道 就比如说你在那个 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然后做那个胳膊的一个弯弯曲的时候 你胳膊假假如打直的时候 那你这个拳二头肌是一个平条 对吧 你假如胳膊 是一个那种弯曲的一个状态 啊 是弯曲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他从这个 上边啊 他从平打平的 然后移到上边的时候 然后呢 他这个肌肉会稍微鼓起来 对吧 会稍微鼓起来 就是那个肌肉在运动的时候 对吧 那其实像这个 啊 拳肌也是一样啊 就正常来说 你是没什么这个结构的 但是你假如一笑的话啊 这个这个拳肌 就让这个直接显现出来了 他有有点圆 有点鼓起来那种状态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咬肌 其实咬肌 是在画一些非常壮实的男生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 也就是画男性结构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 因为男性的结构 你会发现 他有很多这种棱角感 但是女性就不一样 对吧 女性就不一样 女性就直接平滑的过渡过去了 但是你假如画一个非常壮的男生 像这个比较 小鲜肉一点的 他都没有这个拳肌一个表现 特别轻 特别微弱 但是你假如画一个特别壮实的这种男生的话 这个拳肌是需要表现的 这块会有一个小块的一个肌肉 它会跟其他的调子不一样 比如说你在画脸的时候 这边它是整个一侧面的话 那可能画男生或者 画这种男生或者画女生的时候 他就整个是一个颜色了 但是呢 你假如画这种壮实的男生的话 你要再给他做一个分割 做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分割 然后呢 至于这个拳肌 它其实 这块是拳肌 然后下边是咬肌 下边是咬肌 然后咱们做一下区分就可以 然后把这两块肌肉 其实相隔的不是特别远 就这一块是拳肌 这一块是咬肌 相隔不是特别远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结构上的丰富 结构上的丰富的一个变化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呃 就是这个超人 呃 基本上很很常见啊 呃 嵌食中比较 不是不是特别常见 但是在影视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肌肉 就是这个科肌 对吧 啊 这个科肌其实就是啊 下巴上的两个肌肉啊 有些人就特别凸显啊 其实并不是他凸显 而是因为中间这一块啊 还有一个呃 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呢 有些人特别发达 但是有些人是缺陷的 就是中间这块应该是补权的 但是像那个像超人的这个 他就是稍微有一些缺陷 然后会形成这种感觉啊 当然这个有这种感觉 也不一定是丑了啊 这个他不还是很帅吗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 假如说你想有这方面的一个 呃结构添加的话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假如没有的话 那其实大多数就是比较平滑一点啊 大多数比较平滑一点 像这个他其实也能看出一点啊 欧美人的这个结构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亚洲人就不一样 亚洲人其实就很明显的一个色块 就过渡过去了 欧美人他其实呃 会稍微的清楚一点啊 会稍微清楚一点啊 啊啊 像那个欧美的男生啊 有很多都会有这种结构 好吧 然后呢 呃 这个就是咱们整个面部的一个肌肉啦 啊 这个科技怎么去记啊 就是你假如记不住这个的话啊 你就记这个 啊 那个不是有那个 那那个一个图吗 啊 是这个样子的 啊 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那个小屁股 对吧 小短腿 啊 你可以这么去记啊 一个小科技 然后那他这个有点像是这种屁股下巴的一种感觉 好吧 好吧 然后呢 呃 这个呃 呃 面部肌肉再领你们带一下啊 再过一下啊 首先呢 就是他的一个口轮杂机和眼轮杂机啊 口轮杂机呃很凸显 但是眼轮杂机看不出来对吧 啊 大概是一个这种窝状的 他其实跟眼眶是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呃 口轮杂机就是有点像刚才的梨状孔的那一种 就是鼻子的那个呃 那个窝点的那种感觉啊 有点像像是这种这种感觉的一个小的结构啊 小的这个肌肉结构 然后呢 还有就是拳击拳击在笑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凸显 他其实这个比较凸显都不是肌肉啊 这个其实还是因为骨骼他凸起来的 这个肌肉只有在你做一些表情的时候 就这个拳击的肌肉 你只有在做一些表情的时候 他才会特别的凸显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下边这个下边的这个科技啊 包括男性重点表现的这个咬肌 是蛮重要 甚至其他的都不用记啊 啊 面部还有一些其他很多的一些肌肉啊 比如说像这里会有一些肌肉啊 但是这个这个叫降霉肌啊 就这块有两个肌肉就降霉肌 然后呢啊 其实额头上不单单有额球 还会包着一块肌肉 但是这些东西咱们都不记啊 不用记 就是只要理解他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就可以 啊 面部的肌肉实在太多了 包括鼻子 其实也有很多肌肉 假如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了解 但是咱们在画的时候真的就这一点就可以了 这一点就足够了 然后呢 有兴趣可以 呃 自己 那个结下图啊 就这一块 然后呢 可以在下边的时候 已经记不住了 你可以在下边的时候自己去指指认一下 因为呃 这里我不是写出来了吗 就是额结结 从额头开始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指认一下 我一会儿也给你们稍微指认一下吧 这个你可以先截下图 然后下面再说哈 然后呢 我先给你起指认一下第一个 就是咱们从上到下一次去指认 额结结是哪块额 额结结就是额头比较突起的这一块发现了吗 这块比较突起 然后上剩下其他你自己去发现啊 我就给你们说一下第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像这个涅线就是这一块就这一块对吧 这一块整个太阳穴 你假如说不知道 就是看不清他这个涅线 这个好像还比较清晰一点 对吧 直接一个亮暗的一个转折还蛮清晰的 但是你假如这个分分不清的话 你就找找这个点哈 找这个点 就是咱们这个点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骨头啊 就是你们可以自己摸一下眼眶这一块 这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骨头 然后呢 往上连就是涅线了啊 往上连就是涅线了 可以自己去摸一下 然后呢 你们呃 假如看不清的话 就可以找找这个点哈 找这个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眉弓哈 眉弓其实不用特别记 眉弓其实重要记得还是眼眶 啊 重要记得还是眼眶 然后呢 眼我在讲眼眶的时候 讲到什么一个什么知识 第一个就是眼眶的中间啊 这个是他的眼眶 眼眶的中间是他的眼线 包括这个鼻子的一个转角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鼻梁了哈 鼻梁骨 啊 整个鼻子啊 鼻子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中间整个二分之一处 是他最骨的一点 或者最松的一个点 好吧 然后接下来是全骨 全骨其实就这一块嘛 就这一块 对吧 就这一块 就叫全骨 这一块就叫全骨 然后呢 还有就是全弓 全弓就是全骨跟全弓连起来的 这个你不 你不知道怎么怎么办呢 你就找他掉的变化的那块 就是全弓凸起的一块 然后呢 但是他这个凸起只是一个面哈 就是这全弓是一个骨头嘛 所以他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骨头 好吧 咱们再找一些其他的也是哈 就直接去找他 这个可能看不太清 但是也能感觉到哈 就这块不是有一个小的反光吗 呃 你们可能看不太清哈 但是呃 你会感觉到这块有个小的反光 然后突然从这个小的反光就断掉了 然后这块就是全弓的正面 然后这块就是全弓的侧面 然后这块就全骨好吧 然后接下来就下颗骨 下颗骨比较好找啊 但是基本上没有下颗骨是真的竖直的哈 就竖直的那种下颗骨是比较少的 但是咱们在艺术加工的时候是可以有的 就是你在自己画图是时候可以有的啊 像这个下颗骨的话 他他其实也都是有一些小小的微微的一个偏角 然后呢 像小鲜肉 他这个偏角会更大一点 就这个斜角哈 假如调正了的话 他这个脸是这样正 算是正的 对吧 算是正的 然后他这个偏角会比较大一点 啊 这个是下颗骨的一个偏角哈 呃 接下来就是 呃 口伦达基和眼伦达基 这个就不用说了哈 然后拳击也是 然后呢 口伦达基刚才也是讲过了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去指认 其实肌肉没多少 就是从头往下去捋 额头有什么 对吧 然后呢 眼睛有什么 鼻子有什么 嘴巴有什么 下巴有什么 从头往下去捋 然后呢 两边 颧骨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咬肌 啊 那个还有下颗骨 对吧 就是从头往下去捋 然后左右再分一下就可以 怎么样 现在有没有一点点加深了一遍记忆 啊 别一点都记不住哈 你起码 呃 挑一些自己之前容易忘的那些 然后呢 或者说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那些 然后你先重点记一下 也可以哈 好吧 呃 那么接下来就是 呃 整个头部的一个切面了 咱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稍微归整起来了哈 然后呢 把刚才的这个骨骼 大概记住了 大概记住也可以 咱们呃 这个 面部的肌肉有很多嘛 就算我把它 我把它归整起来 但是也是有很多 呃 也是有蛮多的吧 然后你靠一次去记忆肯定不太好 然后呢 肯定也不特别老 后边呢 可以再多去复习两遍 就你自己 呃 假如不看着这一些的话 然后你能自己指认出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 你就基本上 呃 记住他了 但是有可能会遗忘 然后这个怎么不会遗忘呢 那就是你多去画他 啊 你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吧 啊 你这个你自己指认的话 也是拿眼睛去指认 并不是拿手去背啊 拿拿手去画嘛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啊 就是从头到尾 然后也是啊 用笔去捋一遍他 然后捋多了 其实这个你自己 你自己在画的时候 哪块缺了什么结构 然后你自己画的时候 有可能都会发现啊 就这一块好像平了 然后好像会少结构了 好啊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切面了啊 其实咱们在这个阶段 做了一个切面啊 我给你看一下那个案例啊 就这个啊 哎 那个图跑那去了啊 我自己是把这个素描图也稍微画了一下 但是你们是不用画的啊 我稍网上先找一下 石膏切面图 然后那个会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他比较像一个正常人 然后像咱们 我刚才要做分析的 那个不是特别正常啊 呃 你们直接上花瓣去搜那个石膏切面啊 头像 头像石膏切面 然后他就会出来啊 就这个啊 一共其实啊 石膏切面比较出名的就这两个啊 至于这个是谁 我不太清楚啊 但是比较出名的就这两个 然后基本上照片呢 也都是照的这两个啊 你在找的时候就可以找这个啊 进行这个比较像正常人吧 对吧 这个比较像正常人 然后这个有一点颧骨太吐起了 嘴巴太吐了 有点像猿猴的那种感觉啊 不是特别美观 啊 啊 那么找的时候 那个图跑哪去了 哦 好像在上面 这个啊 这个其实少了一块 少了一个下面的底座 因为我在我在画的时候 其实下面是有个底座的啊 算了啊 不用连底座 这个整个一个脑袋也可以 啊 新建一个图层啊 啊 一会儿给你们画一下 这个签面啊 啊这个签面你们也可以回去自己画 啊 自己那个熟悉一遍啊 自己熟悉一遍 因为这个签面最重要还是一个比例的东西嘛 然后呢 首先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两个比较重要的点啊 第一个就是 啊 这个三签 签面怎么样去记啊 就是三图两凹 呃 三图 两凹 一侧面 啊 这个一侧面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这个颧骨吗 不是 然后颧骨到下巴 他其实把整个脸分成一个侧面 然后上边的太阳穴 他其实一个侧面 所以啊 这个侧面很好理解 当然他不是一个侧面 他是有两面的哈 就是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嘛 啊 但是你假如发生了一定转角的话 45度的话 可能这个侧面会稍微看的少一点 但是从都是从这个颧骨连到这个 呃 这个下巴啊 你会可能你会看到一个调子一个变化 你会看到一个调子变化 包括这块很明显 对吧 啊 这个从一个亮面 然后这边是一个灰面 对吧 然后这边从一个亮面过渡到一个暗面 其实很明显的 然后呢 那这个一侧面啊 其实蛮好理解 那这个三凸其实就是指咱们额头最突出的这个点 然后鼻子最突出的这个点 然后还有嘴巴哈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这个嘴巴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一个脸上凸起的一个东西 啊 这个口容杂鸡 它不是一个肌肉吗 它会有点凸起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嘴巴也算是凸的哈 啊 整个脸在一个平面上会凸起这三个点 一个是额头 一个是鼻子 一个是嘴巴 然后呢 这个两凹其实就是眼眶的一个凹 啊 或者啊 这个眼眶的一个凹 然后呢 还有就是啊 这个嘴的一个凹 因为嘴它不单单是凸起的 它有点往下去凹嘛 对吧 啊 所以这个凹点也要稍微记一下 就是它会有一个 呃 那个你可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像这种面包的一个形状 然后在面包呢 给它砍 砍出一个切口啊 砍出一个切口 类似于这种感觉哈 然后呢 它也其实也是一个凹面 这个凹面其实很重要 就比如说你在画侧面的时候 尤其很多人在画这个侧面的时候 啊 这个是咱们额头 然后鼻子 对吧 然后呢 鼻子下边连连嘴巴 然后嘴巴 其实它不是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它是有一点像像那边凸的吗 哎 这个嘴巴稍微有点低了 啊 这个是嘴角 对吧 然后呢 下边是它的下嘴唇 那这是它的下巴 啊 就稍微画一下哈 稍微画一下 然后呢 啊 这个其实就是在侧面看的时候 它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这种凸 凸起的一个结构 跟鼻子差不多 然后呢 在中间窝出一个角啊 在中间窝出一个这种 嗯 比较 啊 深的一个点啊 然后呢 这个深的点 其实也是铺吊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就比如说你在画的时候啊 因为光是从上往下去照嘛 所以这块是不受光的 这块是直受光的 所以像直受光的这个面会聚亮 然后这块会聚啊 然后下边这个嘴唇又是直受光的 然后所以这块又会聚亮 然后下边这个下个勾又会聚啊 所以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亮暗变化啊 所以这个三涂两凹也就指的哈 就是你在画的时候这个呃 眼眶一定要深一点 然后呢 这块也是稍微要深一点啊啊 不能把它画的特别的亮啊 特特别的那个明暗变化不是特别的 那个明显也不是特别好啊 就比如说 你看这个 他其实嘴嘴巴里边是很很深的 对吧 然后呢 就算这个不是嘴巴里边 他这个调子的 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明暗变化啊 无论男女 无论是哪一种光源 包括这个哈 这个可能看起来会更清晰一点 这里聚亮 对吧 啊 只要他受光了 这里聚亮 然后上边聚暗那种感觉 对吧 啊 这个是啊 需要记的啊 需要记得两个点 嗯 然后呢 剩其他的就没别的了哈 就是咱们只要把这个三涂两二给记住 然后呢 大概就是啊 接下来就是去分析整个的一个 这个面部结构了 然后呢 咱们呃 首先就是先说一下那个一侧面哈 其实一侧面我刚才也说了啊 就是从全弓这里 这块是比较粗糙的一个切面 然后可以看不出来啊 看不太出来 但是像这个比较细的一个切面的话 他会他会把这个全弓也切出来 把这个拳骨也切出来啊 类似于呃 一个拳骨 假如一个包的话 然后你就把这个包啊 切成这样的一个包 这样一开始是一个圆柱的包 然后你可以切成这样的一个包 然后呢 根据这个这样的一个包 然后你再把中间再鼓起来一下 然后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全鼓的一个东西哈 就是呃 给他稍微做一些这个呃 外轮廓的一些变化 然后还有他鼓起的一些变化 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从一个平面做做几个转折就可以 好吧 就能形成这样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然后呢 下边呢 这个就是脸颊的一个侧面了啊 整整个来说的话就会分成这三个哈 然后呢 这个呃 再看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什么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太阳穴是一块 对吧 脸颊这一块也就是啊 大呢 就是扇嘴巴对吧 扇扇个大嘴巴 然后那个嘴巴是一块 呃 就是脸颊是一块 然后呢 脸后边脸后边这一块 他其实是一块 就是从这个颧骨往后是一块 好吧 颧骨往后是一块 然后呢 颧骨往下是一块 可以这么去记哈 啊 整体来说 他也会分一个亮眼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像下边呢 也是啊 啊 这个这个 呃 啊 这不是啊 不是下边啊 像那个特别其实也是 就是咱们先掌握好这个一个凸起 啊 这边一个凸起额头的一个凸起 然后鼻子一个凸起 然后嘴巴的一个凸起啊 这个下巴其实啊 有的人也会凸啊 就是有的这个下巴非常明显的也会稍微凸 但是基本上呢 不是特别的凸啊 有一点那个调子变化就可以啊 因为为什么他会显得凸呢 就是因为啊下边他不是有个这个下颗勾吗 啊 这个勾他太深了 所以显得这个这个下巴有点太太那个 凸了啊 正常来说的话 下颗勾假如没有那么深的话 他嘴巴就是这样的嘛 对吧 他嘴巴就是这样的嘛 只因为有个这个下颗勾 才会有那么一个小的转角 好吧 啊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简易的分析哈 然后咱们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啊 在画图图的时候 首先还是啊 就是还是把在最开始讲的那个值点 就是怎么样去起一个形 给呃 怎么样去起一个头部的形 稍微画一下啊 就比如说你在画的时候 呃 可以先去定一个大概的一个那个球体 我拿黑笔 拿铅笔去画吧 这就算一个演示了 啊 这个这个 好吧 然后呢 先定一个大概的一个外形 这个也不用管他 就是按照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个 就是你不用先啊 关注他那些细节啊 都是先从他外轮廓定起 上边呢 是一个头盖骨 然后下边是两个比较偏内切的一个直线 因为头顶头脑的是比较大的 下颗骨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 根据他的长度 你大概定一下长度 啊 这个其实就演绎哈 你假如定的稍微长一点 你可以这样这样的稍微往下去 呃 稍微挪动一下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啊 定的短一点也是啊 都都可以稍微挪动的嘛 啊 版会还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好处 那两边可以稍微的平起一点 对起一点 然后呢 这个就是咱们最开始一个脸型啊 当然这个脸型你可以啊 在后期做一个修饰 就比如说他的下颗骨可能会稍微向下一点 对吧 啊 每个人的这个下颗骨都不一样 然后呢 啊 这种写实的更是一样啊 然后咱们写还是先从他外轮廓开始啊 这个最开始的一个压蛋的一个感觉 也就是你这个人高矮胖瘦你先要定下来之后你再去加一些细节啊啊啊 这个就是从头顶开始了就比如说啊 因为正常来说你画头就是这个样子了哈 我只不过做一个切面给你们做一个讲解 然后他会切成这种就是啊很像是那种啊 纯意的啊学学艺术的那种艺术上做的那种事情就是把它宁方不圆对吧 然后呢这个只不过就是反推了就是我先画一个圆的然后再画一个方的 啊这块是一个线 这块是一个线啊 他好像没这么多线哈 没这么多 然后咱们也是稍微切少一点吧 啊把一个比较圆的一个地方 然后切成切成几个方的 包括这块也是啊 你可以自己画一下啊 自己上下面画一下啊 不画呢 其实多做一些分析其实也是够的啊 你假如说分析的足够到位了 其实你也能记住 然后到最后 你在画一些真人头像的时候 你做一个这个细致的一个那个那个分析也可以啊 然后呢包括这个下颌骨 啊下颌骨的一个角度 其他他是决定脸部半轮廓的对吧 然后呢这些都要稍微定一下 啊这块他还有个小的前面啊 这个就是脸侧面这个前面 啊这边也是啊 啊当然啊这个好像不够啊 再我稍微往下一点 因为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直的那种感觉 比较偏硬的那种感觉 啊不能画的太软 包括这边也是 嗯 然后这边会一个垂直向下的一个直线 对吧啊这个就是咱们最开始那个外轮廓外形嘛 然后之后呢咱们定眼睛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眼睛基本上都是在眼呃就是整个头的一个二分之一哈 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好像不在整个头的 哎 哎那个图碰哪去了 嗯啊 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好像不在二分之一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你在画这个人的时候 其实这个 呃会有一点这个比例比例方面的一个变化啊 这个比例方面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是呃蛮多的 但是大差不差啊就假如说他不是一个光头啊 他稍微带一点头发的话 他其实大概的这种感觉也是对的啊 也是对的就是假如加上头发的话 他就是一个呃 二分之一的一个线啊 二分之一的一个线哈 哦这个给还是跟你们强调一下 虽然说他那个不是他那个不是二分之一线 但是正常人人的时候他这个都是二分之一线哈 啊大概是这种二分之一对吧 啊把这个头稍微削一点啊 头稍微削一点就是一个正常吧 就是让他不是立起来的 他也是大概一个二分之一 然后像女生头发特别蓬松的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大概的二分之一对吧 也没有大差不差 没有像他那么夸张对吧 只不过呢 他是把呃这个呃 头发没散在里边 然后会显得这个眼睛很靠上 所以这个咱们不要被他误导哈 不要被他给误导着 那还是根据自己画的来 啊在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根据他来了 就是你直接拿那个线去呃 做一个他大概的一个眼睛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根据这个眼睛的位置去定他眉毛的位置 对吧根据他的这个眼睛的位置去定眉毛的位置啊 啊你可以先画先画一下啊就比如说 他眼睛有多大 然后呢再去定他眉毛的位置啊 比如说他这个眼睛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个大小 对吧这边也是哈 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个大小 然后呢根据这个眼睛的一个位置 然后大概定一下他眉毛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都是定位置啊 就咱们在最开始时候都是定位置 然后呢像下边也是啊就根据这个眉毛和下巴的一个二分之一处定出他鼻子一个位置 不用非得去看他的哈 但他这个其实也是蛮标准的 就是他这个是眉心对吧 然后眉心到下巴的一个二分之一处 其实也是他鼻底一个位置 然后呢啊 鼻底和下巴的三分之一处啊 三分之一处是他嘴巴的一个位置 然后可以把他这个嘴巴张开的这一块 然后稍微画一下 然后呢啊就是 呃加一下他的耳朵哈 整个的这个三天五眼是都要有的 然后呢整个的五官也是都要有的 然后这个耳朵其实就是从眉心到鼻底的一个位置啊 眉心到鼻底 他这个有一点点偏仰视哈 因为你都能看到他的鼻底了 对吧 然后其实有一点点偏仰视 所以啊这个仰视呢 他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 啊比这个比这个稍微低一点点 哎他这个鼻底好像有点太有点太低了哈 眉心到鼻底的一个二分之一处应该在这啊 刚才画的有点太低了 然后呢这个嘴巴也要微调发现了吗 就是你一块动其他家地方都要动了啊 没有办法 这个三天五眼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假如一块发生错误的话 后期呃是要调整的啊 假如不调整的话就会显得有一些怪 啊这个啊耳朵一个位置 让这边耳朵的一个位置 啊稍微定一下 啊大概这个样子之后呢 其实啊先调一下他脸型哈 就比如说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他上面的脑袋还是比较偏宽的 然后下边脑袋还是下边的这个下股 还是比较偏窄的对吧 然后你可以先调一下他的脸型啊 至于怎么调呢 其实也也比较方便啊 就是咱们这个不是有透视吗 你可以主动的主观的 然后把它下边稍微的缩短一点 啊按住砍出加替哈 然后拉四个角 其实就是让上边变大一点 然后让下边变短一点对吧 然后呢这个脸部一个宽度也是啊 脸部一个宽度也是稍微的给归整一下 啊再让他回归一个本来的一个宽度啊 而让他这个呃脸型 咱们在刚才动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外轮廓给变了 然后之后呢要再给他回归起来啊 再给他回归起来啊 接下来其实就是要那个深入刻画了啊 就是把他那个面都分开了哈 首先呢就是从这个三突两奥开始 咱们分别去画他的额头鼻底的再画他的那个啊 嘴巴 那先画就是额头啊额头呃因为凸起来了嘛 所以这一块要稍微画的清楚一点 然后呢呃这一块是他的那个呃侧分线哈 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一侧面也可以稍微先标注一下哈 在最开始时候就稍微标注一下他的一个侧分线 然后包括下边哈 下边其实就是从这块是他的眼眶了嘛 然后呢眼眶下边是他的颧骨 然后这个颧骨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侧面 咱们可以先画哈 会有个这样的一个侧面这边也是 啊会有个这样的一个侧面 然后整个其实他会有一点这种凸起来的感觉 然后眉弓呢会稍微凸起来一点 啊就稍微上上一点 然后呢这个怎么样的凸呢 那其实就是你要把两边的线都稍微往下去压压 他才会凸起来对吧 你假如说啊是要平线的话 他不会凸起来 你只有像一个桥的时候他才会凸起来啊 有这种线段的一个转折变化 他才会凸起来对吧 然后呢做一下连接就可以 就把它上边的这块和下面这块分别做一个连接就可以 当然我有一些歪哈 有一些歪都是咱们在之前空线的时候有点不太准 然后呢后边可以再去调整啊 我那个不是有个液化的比吗 然后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哈 然后呢这里其实呃就是到他的眼睛了哈 到他的眼睛 然后这块要稍微的细致一点 因为他是呃第一个凸点嘛 然后第一个只要有凸他就会有凹 所以这个第一个凸点要稍微的呃刻画的清楚一点 然后这一块啊从他眼眶往下去连的第一个其实连的不是他的那个呃 全骨哈 而是他的全弓 所以这块会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肌肉啊 比明显明显的一个骨骼 然后这块就稍微的把呃把这块往外去拖一拖哈 然后呢呃就是呃 他这个外轮廓啊也稍微变一下 因为整体来说的话他这个脑袋上面就是一个头颅嘛 比较偏圆体的这个头颅嘛 然后呢可以先把他这个这个圆体的感觉先画一下 然后下边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人其实就是上边一个呃比较圆的这种头颅 然后下边连一个下颌骨啊 这个其实就是呃人最基本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呃上边还是比较偏圆的 所以要把这个圆圆体的感觉稍微带上 然后呢呃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眼眶了 这个眼眶呢其实呃下边呃后边在讲那个 这个眼睛细节的时候给你们讲 然后你们现在可以去自己先看一下啊 就是他会有几段转折 然后呢具体什么样子 可以先去自己对照一下 然后呢记一下 然后后边在细讲的时候就会跟你们说了哈 然后呢这里可以自己去模拟一下那个眼眶的一个位置 对吧眼眶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在在他中间找出那个眼睛的一个具体位置 还有他鼻子第一段一个转折 整体来说其实他就是从一个比较凸的一个面对吧 比较凸的一个面 然后过渡到过渡到那种朝下的一个面而已 而你这个上上涂的一个面 假如都是用这种线条去画的话 那你向下凹的一个面基本上都是要用往里去收的这种线条去画 然后他才能凸起来 然后里边他本身会有一些转折 就比如说眼眶他里边 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骨头吗 他还上面还有皮啊 有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结构 所以他会有一点这种弯曲的一个感觉 所以咱们也要把那种弯曲的感觉给画出来 包括下边哈包括下边 他这个眼睛的形状应该是这种圆 然后先把这个第二个凸点给画出来 就是他的鼻梁骨 那这个鼻子好像定的还是有点长哈 然后呢正常来说的话 像这个鼻梁骨他明显就没有中间的那个那个二分线嘛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主观去添加 然后像那个像那个刻件里的这个是有这个二分线的哈 就这个啊 这个你能看出来吧 他是有这个二分线的哈 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图的一个点 可以自己主观去加一下 或者就是为了熟练嘛 为了熟练去加一下他这个二分线的一个感觉 稍微靠上一点啊 是整个鼻子的从上面到下面的一个二分之一处 而不是啊 这个第一段窝点到那个鼻底的二分之一处好吧 啊 这儿哈 这儿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啊 这个啊 整个鼻子一个理解了啊 就一个基本理解 其实他就是一个比较偏梯形那种感觉 梯体啊 梯体的那种感觉 啊 一步一步来哈 这个不是你 你临摹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就是你看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就直接抄什么地方 你临摹也是要讲究技巧的 假如说你没 你没我刚才讲的知识的话 你其实你临摹起来会非常费劲 但是你只要掌握这些知识 然后你前期在打比例的时候打得好一点啊 其实后边再加这些突突点的时候 你也有自己一个理论依据 比如说先加这个三图两奥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其他地方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了啊 三图两奥再加以侧面对吧 然后呢侧面可以先分出来分出来之后你然后你再去勾里边的细节 对吧 我刚才说颧骨侧面是一个颧骨下面是一个对吧 颧骨上面是那个 呃太阳穴啊 就是把它分把整个脑门分成这三个侧面对吧 刚才在讲侧面的时候也说过啊 啊像这样一个分其实就简单多了啊 不是那么麻木的啊 没有感情的去临摹 没有感情去临摹 其实你什么东西都学不到 你光抄了 其实什么东西都学不到啊 然后这个颧骨呢 因为它凸起来的 所以会有一个朝上的一个面 要把这个朝上的面给画出来 然后会有个朝 就是逐渐的从这个朝上的面过渡到朝下的一个面啊 这种过渡感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吧 啊这种过渡感对吧 从一个面过渡到另一个面的这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啊 把这个眼睛稍微补一下啊 这边也是啊 这边也是啊 稍微的连接一下啊 这个这个点 然后呢 逐渐从上边 这个面 哎哎 再上一点 然后呢 过渡到 下边的一个面 然后呢 第三个凸点来了哈 第三个凸点就是嘴唇 然后呢 因为它不是两边仅仅两边涂啊 那上面也会涂 所以这块也会有个面 也会有个面 它也会涂起来啊 至于它这个张嘴 你可以不用画哈 你可以自己不用装张嘴的 然后呢 下边哈 下边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上边怎么画 你下边画一个对称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 啊 只不过呢 它这个有个张嘴的一个动作而已 然后下边有个下颗沟的一个那个结构 也是啊 稍微往下去带一点 稍微往下去带一带 对吧 然后呢 这块它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结构了 它会有一个呃 那个恐龙杂鸡的一个变化吗 啊 下颗沟对吧 恐龙杂鸡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块会连着它的下巴 这个嘴巴还是稍微的啊 这个鼻子这个嘴巴都是稍微的太靠下了一点哈 所以到最后可能要再稍微调一调 然后呢 稍微有点歪 这些都是在前期在定比例的时候要先去先去搞定的哈 在后期尽量少去调整这些东西了 然后呢 我这个演示可能会呃仓促一点 然后在前期定比例的时候边说边讲可能也不是找的特别准 然后你们在下边的时候可能要找的稍微短一点 包括对称的那种感觉 这块啊 他不单单窝去了 还会有窝起来的一个面 所以这个窝起来的面也稍微补一下 然后呢 再点按他的这个下巴 这下巴有点歪了哈 有点歪了 再稍微的 给一点 啊 啊 回归到本来的一个倾斜角度哈 嗯 好吧 然后接下来是他耳朵啊 这个耳朵画的有点太低了啊 正常来说的话找一下哈 就比如说你你始终画这个耳朵都是拿这个 都是拿这个眉心 都是拿这个眉心 然后和笔底去做比较 他比这个眉心高多少 比眉底高多少 他其实有这么一个大致的一个弧线感 然后你把这个弧线感给找到 其实就ok了 就比如说他这个耳朵是这个样子 刚才画的有点偏了 然后这里稍微调整一下 啊 到这 对吧 然后呢下边也是这种弧度的感觉啊 这这这这这种弧度的感觉哈 也稍微找一下 啊 这边也是哈 稍微低了一点 啊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然后呢会有一个朝上的一个面 剩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剩其他的你可以自己发现 呃 自己稍微添加一下 然后呢 咱们细节的这个五官就是从 下一课再讲啊 从下一课再讲 呃 咱们后边的这几个都是讲五官的课哈 从头到尾 然后给大家再一遍 怎么样 呃 这个 呃 这个 我的画法啊 这个画法和这个步骤啊 我再给你们归总一下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趁这个时候 第一个就是 先定外形 拿圆圆角笔吧 这个笔写字有一点点 要太用力了 然后这个尖角笔 其实写字不需要太用力 就能写写的 清楚 啊 就是 签订 外形哈 啊 这个轮廓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轮廓需要注意什么 需要注意的 只有下颌骨一个东西 啊 只有下颌骨一个东西 就是你把这个下颌骨好好看了 他其实外轮廓就能画好看 下颌骨不是这一块啊 还有这一块 这两块 他一他一起叫下颌骨 然后呢 整个上边是头颅 头颅就圆的就可以 啊 最重要其实是下颌骨哈 然后呢 定出这个下颌骨了之后 其实就是 呃 要先先给他做一个这个三亭五眼 就是把他五官的一个大致位置给定下来啊 啊 三亭五眼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比如说我刚才嘴巴稍微靠下了一点 他其实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很很很难受的 包括其实我这个脸哈 我这个脸哈 我这个脸其实没有他的长 所以到最后 这个嘴巴都抓不开了 然后咱们在画的时候 他其实这个脸是很长的哈 就是有一点 那个 这种长方形 但是我的这个长其实并不是特别长 还是有一点像 像是那个 稍微 稍微压扁了那种 可能是我刚才调醒的时候 就是看出家替调的时候 然后稍微给的调的那个乱了 然后后来没没反过来哈 然后呢 啊 接下来就是除了这个三亭五眼之外呢 就是他的一个三涂两凹 这与你先画哪个都可以哈 就写个三二一了哈 三二一 然后三涂两凹一侧面 然后呢 三涂就是从额头 然后大概先给他涂起来 然后呢 从这个额头 就他都是连着呢 额头会连着这个一侧面 然后呢 呃这个鼻子也是连着上面的一个图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鼻子一个图点也会连着嘴巴的一个图点 然后呢 嘴巴还会连着这个一侧面 发现了吗 嘴巴还是连着一侧面的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都是连在一起的哈 不是单一去考虑的 呃 不要把这个东西都画脱节了 然后回去再去多多关注一下这个一侧面 呃 只要你这个前面画好了 其实整整个一个人脸 再加上我后边讲的那个细节 只要你这个东西画好了 那后边其实都特别好搞啊 你这个已经能就是你不加任何细节就已经能像人了哈 相信我啊 这个签面只要画好了就能像一个人了 啊 后边只不过是美化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啊 再根据呃这个三图两凹去加一些那个骨骼和肌肉 这个骨骼和肌肉其实就是做一些了解 然后呢 不用特别特别 呃 关注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到底多大 其实就是看一个大概就可以 因为每个人的骨骼和肌肉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大小也都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呃 根据我刚才讲的一些 只要你记住 然后你能通过一个图片来辨认出来这个骨骼和肌肉是哪一块 啊大概在哪个位置啊 就可以了哈 ok吧 啊 这个就是咱们整个头部的一个切面哈 然后呃 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 可以问一下哈 没有问题的话 那咱们今天就差不多咯 没有问题啊 啊 最重要的那个你们可能最感觉最最头疼的可能是呃 那个骨骼和肌肉了 对吧 啊 但是那个确实比较头疼 就是因为他死进背的东西 然后其他都有规律 发现了吗 其他都规律 但是那个死进背的东西 那我没办法 人的骨骼就那么长的啊 你要记其他的动物的骨骼 你要想画其他动物 你那个其他动物的骨骼你还得重新记啊 这个没办法哈 啊 所以 呃 多看两遍多背两遍吧 啊 假如你想墨写一个好看的图的话 每个就是我刚才标注出来的每个结构都是 不能缺少的哈 因为他已经是简化不能再简化的东西了 肯定要背起来的 骨骼还好 确实哈 啊 但是肌肉没那么没那么那个啥哈 没那么标准 就是肌肉有大有小 甚至有的还没有 对吧 啊 其实就比如说咬鸡了 磕鸡了 拳鸡了 啊 其实你不需要的话没有 对吧 咬鸡你不画你不画壮士的人没有 然后你假如画下巴的话 你不画那个 呃 那个那个 呃 屁股下巴也没有对吧 啊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嘛 好 啊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了哈 然后呢 扣本一我就下了 好拜拜拜拜